余生余生基隆生根 余生余生基隆生根 在多位民进党籍市议员里长与支持者的陪同下 内政部专门委员王余生登记参选民进党基隆市党部诸位 在林又昌市长任内担任民政处长普获好评 王余生希望能透过市党部扩大民进党在基隆的支持基础 未来有机会重返执政 过去林又昌市长八年的执政 把基隆市打造成一个具有相当质感 有希望快乐的一个城市 所有的市政市沐一星 也蜕变成大家都非常有目共睹 那这半年市政里面 都是靠很多我们这些议员 党籍议员跟我们市政团队努力的维持 那在过去蔡适应委员的八年期间 他也是都是国会评鉴最优秀的立委 他也帮基隆市政府争取了大量的预算跟建设 所以我想过去基隆市的政机 民党在基隆市其实是大家肯定的 那当然在2022年跟2024年的两次选举 我们不幸落败 可是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我想这个是未来要怎么样去重返执政 怎么团结一致 在民党市党部怎么样去深入基层 重新找回我们支持者的信心 并且扩大社会基础 我想这就是我这一次为什么要回来基隆市 参选这个市党部主委的一个最大原因 对于外传 这一次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选举 是牛昌与蔡适应的代理人之争 王玉生也做出回应 每个党员同事都有他 自己我选择这个登记的权利 我想你们是议员 他也是非常优秀 那他当然有他个人的想法跟考量 我想这个也没有什么是因为什么 谁来挑战或叫板的位置 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议员都是一样 都是基隆team的 我想未来要重返执政 要争取更大的社会支持力 其实要不分所有的一个群体 也不分所有的一个世代 其实都是要大家整合在一起 因为要团结一次才有办法再取得我们的执政权 对于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一直出现多人争取 金融市会议长同志委的期盼 在团结的前提下选出最强人选 我想民进党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政党 那我想针对有愿意 然后有义务来承担我们金融市党部 主委工作一职的所有同仁跟伙伴们 我想我们都非常欢迎 那大家也都如果愿意投入我们的公共事务 公共政策 那我想每一位党员 还有每一位重振的优秀伙伴 都是我们民进党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就是团结我们金融市民进党的所有党公职的力量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协调沟通可以产生出一个最好的候选人 那我想我对每一位候选人的这个都乐观其成 那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再多加协调 那我们会这个希望可以 大家在协调出一个最好的候选人以后 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等这个星期五最后登记期限结束后 下周四将进行候选人号次抽签 最后在五月二十六号进行主委选举投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